港股其实连跌6天 但市况可以说是越来越沉闷 我刚才也跟你说 我想起内地一个近期 内地年轻人兴起一个潮语叫做躺平 究竟我们现在面对这么沉闷的市况 是否香港投资者都要不作为、佛系、侮辱、侮求 这个沉市要维持多久 近期来说也不少报章 打你问的问题 我也是这样回答 其实你预设至少第二季都会这样 即是你问这个月也不要预料有什么太大改变 因为主要原因是 其实市场近期的焦点很多 看什么 看通胀状况 近期来说好像昨晚美股 你见到市场对通胀忧虑降运 接着美国十年期债息一夜跌下去 跌到1.5厘留下没有人想到 但如果你说真的对通胀预期没了忧虑 觉得不会短期来说收税的话 很多东西都炒上去 纳资可能破顶 但你见到昨天不是的 美股三大指数都好像有一个胶着的状况 因为大家也知道可能美债息跌下来 债价升上去 夹淡仓 很多人开了淡仓 就是博物联储局会收水 现在就是说之前太多淡仓了 现在夹一夹上去 那就不代表完全没有通胀有力 看通胀就说今晚美国有个CPI数据 CPI出得好 但市场又会觉得可能只是通胀短暂成 出得低的话又觉得 其实你看到商品价格上升了这么多 又会继续上升 就是通胀的忧虑其实是消除不了 但是与此同时现时的忧虑感到很厉害 所以会处于一个胶着状况 最关键是去到FOMC meeting 就是说在下星期的联储局意识会议上 会不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动 看近期联储局的官员 或者市场议论上 很少联储局会令到市场预期 完全180度改变 所以市场既然现在正在胶着状况 可能在最后在meeting过后 没有任何改变 都是说强调没有一个通胀的持续性 但是短暂只会有 收水是迟早的事 但是不会很急 这个会导致市场继续有个门局 但是其实你说股市 你炒紫税就真的是满意 可以放在那里 但是如果你找个别股份 其实很兴奋 很多股份上面波动得很厉害 所以你说是否可以罚下 完全不理你手头上的股份 我觉得现阶段来说不是的 相反对你反而要留意更多 所以留意整体言 是一个炒股不炒市的格局 大家可能问自己个别的股份问题 看看有没有很大的改变 从而想起投资策略 主要是围绕着这些方向 但是如果问我大方向 我觉得2021年整体看法上 我不是太过负面的 我觉得出发点就是说 疫情始终会慢慢过去 或者现在说 全球疫苗接载进度上 又不是真的差得那么紧 当然不算很好 但是那些东西 有机会慢慢好转 所以如果你只是看你买正 确定是否正确的主题 如果你说今年的主题 就是围绕着通胀 疫情过去复苏概念 如果主题能复杂到 其实今年年初至今的升幅 都可以很夸张 所以就留意 看你差不多是否正确的主题 好